这期节目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圣星医院的四大不解之谜 其中呢很多玩家可能会忽略死亡沼泽 圣星医院第一个不解之谜是死亡沼泽 在官方公布的背景故事中介绍过 圣星医院自从来了一位牙医之后 多位病人开始失踪 有人在深夜看到牙医拖着麻袋走向沼泽 牙医的麻袋里装的到底是啥呢 为何要在半夜里处理呢 很多人开始怀疑牙医麻袋里装的是病人的尸体 很多病人在医院里可能经历了非正常的死亡 而牙医为了毁尸灭迹把尸体扔进了沼泽 所以圣星医院才不断有病人离奇失踪 最终愤怒的人们把牙医扔进了沼泽 这恐怖牙医自己死了没 我们不得而知 官方在故事背景中只介绍到了这里 沼泽的面积并不大 并且在恶心的冒泡 有时沼泽可能还会刷新出玩具小熊 现在的沼泽当游戏角色站在上面时并不会沉下去 但可以看到沼泽底下会发光 死亡沼泽的底下可能暗藏玄机或别有洞天吗 目前还没研究出能让求生者卡进去的办法 所以看不到底下什么在发光 我们只能猜测了 第二个不解之谜是恐怖女神雕像 这个女神雕像的头会一直跟随着求生者转动 求生者还可以听到雕像头转动的声音 第三个不解之谜是医院里的三具尸体到底是谁 很多人曾经怀疑过这些尸体和艾米莉有关 但艾米莉在官方公布的故事中 她的非法手术造成了一名女性的死亡 然后她就被警方通缉了被迫逃亡了 医院有三具尸体 这个锅艾米莉可不悲 龙哥哥觉得这些尸体可能是医院的普通病人 他们的死亡可能和恐怖牙医有关 并不关艾米莉的事 第四个不解之谜是曾经被绑在手术船上的人 在内测版时如果有人经过这个病人还会抓狂抽搐 后来由于太恐怖了这个彩蛋就取消了 只是在手术船上留下了人形的印记 这个手术船看上去并不像用来治疗病人的 更像是进行一种恐怖的人体实验 这四大不解之谜呢目前官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线索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脑洞的猜测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